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一名身穿红衣的机车骑士,今14日早上8点30分许兴驶在基隆市卖金路上,像从道路分隔网撞隔超越小黄,却没注意到前方等待左转的摩托车,直接撞上后骑士当场扑街,拍下全程的后方驾驶还险些站倒塌,网友直呼差点买单,民众将影片上传至脸书上。 社团爆料公社,从中能看见,一名身穿红衣,头戴黑色安全帽,背后还背住黑色背包的红衣骑士,在绿灯骑士后骑程在道路分隔网撞隔上,想加速超越右方的计程车,不料有另一名机车骑士在路口处等待左转,不幸被红衣骑士撞上,拍下全程的民众还差点斩到扑街的红衣骑士。 许多网友看完影片后,都对此感到相当惊悚,纷纷留言指出这一下整天都精神异议,差一点点你就变肇事者,真是万幸,真的很无言,内裤失了吧,狂跟天智差一线之隔,差点爆头,自杀是三宝出没。 87分最高分了